回归后香港的黑社会势力一度消沉 聊到现在的邦会 陈慧民表示邦会也是爱国的 跟国家对抗是行不通的 由于香港良好的治安情况 黑社会也变得以和为贵 而陈慧民本人更是从凶悍的黑帮老大 变成眼前这个和善豁达的老人 以我一个上沙仔 小中比业啊 不是高中比业 出来一起从当警察 当当当跑 行走公武 很多事情 大风大浪 大风大浪 经过好多沙沙打打太多了 现在还坐在这里 我感觉到我的命已经捡回来的了 应该一早给人家杀死 我杀死的人坐牢了 是怎样 现在老了 你最好说我不要黑社会 你说我是做商人的好了 做商人的好了 现在我要叫很多年轻人不要进黑社会 黑社会落后了 不一样 不一样 以前香港讲黑社会 回归我们祖国了 你讲什么黑社会吧 中国怎么可以有你黑社会呢 所以现在香港的邦会 假设爱国的 假设听国家命令的 真的有的 国安局都会 他不是跟你什么合作了 国安局怎么会跟你黑洞合作呢 他只有命令下来 你所有香港的邦会 不敢跟国家国安局对抗 你一跟国家对抗 你叫美运行 管你是什么邦会 回归之后 最大的邦会改变 就是以我为归 做生意做经常的业 可以反馈 不能犯法 澳门开赌 很多有钱的开赌 做生意 做酒楼 做茶餐厅 很多都是包围做的 都是慢慢 慢慢做 没有事 不要搞事 有事 不要怕事 他越教你 你越重复 有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多次跟人家说 要将我知诸死灭 这是他决定 我说这件事 他心中有数 但我告诉他 他不会死的 最起码不会死的 不分离我他 五湖四我住一家 他有国家的场面 将洪门的车 化为直 我们会教洪门学校 让海国人读我们话人 读我们中国人的书 也都可以让外国人 读我们中国人中校人员 教洪门的路远 教洪门的路远 教洪门的校都需要浅填 我真的被决定 只不过你说黑社会 没什么要说 除了黑社会 你后期发生的事 全部不关我事 我是突然情人 我这样的人也没拉错 叉子落错了 后期开了拍 我已经想到 敏感了一点 但是 看不到台了 难道我熟吗 实际上我想到是有问题的 但那时候我想到 我熬得过 死也很害怕 我现在天空不死 只要我赶大招呼 我绝对不是一个 十恶不舍的人 不过江湖人 正邪也弄定 我给自己七十岁的人 还有十年 你斗杀了时间 不过社团 兄弟为主 兄弟为主 至于兄弟被人欺负 就不行了 现在呢 现在我也不喜欢 兄弟被人欺负 我一路都是为父兄弟为主 家人朋友 家人朋友 没有人欺负 现在我的朋友 不行的 兄弟也不行的 我出来 不是为自己的 很肯定我 你们听 我是为家人 和我身边的人 去打好基础 让他们有安定的生活 但是一时就拍不响的 我不去报仇 物体被人 不会教我 所以我要共义 在场上 告诉对方 不要再为私心 为社会 为家人的朋友 想想 大家放下 过了戏 不要看了 谁对谁错 不要再看 我是尹国区 如果没有钱 你绝对万民不能 有钱 也不是说万民 但是没有了它 是万民不能 人一出生 出来这个世界上 长大 自然要有经济 没有了经济 影响 你知多大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做错事的人 一个罪过的人 应该承担自己成造的情法 躲不过一时 躲不过一时 一时也是存在侥幸心里 我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 这么快就落网了 你把制度做 你的办法更衡 有没有 你把制度做 你的办法更衡 他有危险的心情 很痛 走到這裏就死定了,肯定是哪裏都死定了 就算你拍照我都這樣說,就算我在同艙人說 裏面都是有貨幣,所以有什麼好賺錢? 我說你不要搞你,就死定了 這裏有什麼好賺錢? 這裏有什麼好賺錢? 20日至28日,是廣多市中紀人民法院對張子強案的審理時間 連續9天,這裡都拒絕著很多困難群眾 那是中紀人民法院公關審理張子強等36名被告人的消息 傳開之後,每天都有無數的群眾圍觀到這裡 大家翹首驚怒的這種場面,在以前審理的暗中是不多見的 張子強等被告人中,有一部分是香港身份 而且一部分的罪行是在香港犯下的 至此,張子強等36名被告人被訪問中警方神志以罰 因此,對這些人的審判,自然就成了香港傳媒關注的焦點 這個犯罪集團就是,始終是影響到香港 同時就涉及局勤壓那麼大 所以就引起很多人關注 而且香港亦都不會引退回香港 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可以逃出這個法律的制裁 好,沒有…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